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无量易经》的演绎呢 我们在筹备这一个演绎 其实真的真正要算已经六年了 那演绎过程其实对我而言 前面演绎西达多太子 太子花年 我以我擅长的表演艺术去表演 我觉得那个是OK 那个没有问题 可是让我觉得有需要去更用心 而且要好好去揣摩的 是演绎上人 我觉得上人是没有办法演绎的 因为上人是我们所有的人的一个 精神的一个领导 就是他是我们前面追寻的目标 怎么有可能可以演绎上人呢 所以刚开始拍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谨慎 可是我后来忽然间 脑海里我忽然间想到一个问题 怎么慈悲 怎么演绎就对了 上人给人的感觉是打从心里就有个坚毅 就是很坚毅的那种意志 所以很难演 那个真的其实是演不来的 那还好刚好在今年呢 我稍微就是有小小的消瘦了一点点 所以在舞台上演绎他们就说有稍微更像一点 就是我们要演绎的话会更贴近一点 因为上人是没有办法演出来 那个是不可能的 就是任何人绝对都不可能去演出来的 我只能以身为弟子恭敬的心 在我的脑海中想象的上人 他的这个身形 还有就是一些小细节的地方 我会去观察这些 然后就如实地以这种方式在舞台上呈现 我觉得如果真的会感动人 应该不单只是我所演绎的 应该是真正的搭配着 后面LED的所有的发帅的部分 我很感恩因为有这一趟演绎之旅 让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更了解到慈祭这一路走来 做了多少事 年轻人的过年我们就开始了 啊真的哦 一整年都是进四三十年 真的啊 真的啊 我跟上人都没有办法